还有更多新闻来看简讯 8月2号巴塞罗那俱乐部与泰国国家队足球友谊赛新闻发布会 在拉加曼加拉国家体育场召开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巴塞罗那俱乐部和泰国国家队足球友谊赛 将于8月7号在拉加曼加拉国家体育场举行 目前曼谷正值雨季 场馆内的排水系统如何 是球迷和媒体一直很关心的问题 主办方表示 目前曼谷拉加曼加拉国家体育场 各项设施设备已经全部准备到位 尤其是排水系统 即使下雨球场也不会有积水 此外泰国大象牌饮料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激励泰国国家队能在比赛中发挥出色 球员每打进一球 该公司将给予泰国足球协会100万猪的奖励 本台记者 曼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